LAYO 聊刺激 天天龍線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蘭倫對上高冕仁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屢室隔絕 好 先來介紹一下橘色選擇的文明是高冕仁 高冕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益次元農田 可以不需要撒魔紡跟城鎮中心 就會把洛自動收集在這個面表上 高冕仁他的房子也可以躲村民 所以他的村民已遇到危險時也可以馬上立即躲藏 在一些開放式的地圖來中 他的防守性能是非常好的 高冕仁他的後期主要是打大象還有奴炮 奴炮象還有重裝騎士作為主力 他其他部分都不是特別強 所以我們就暫時不停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倫 波蘭倫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騎兵鎧甲 是只有三級馬鎧但是有品種 那他是一個騎兵國 一個身為騎兵國家 但是卻沒有三級馬鎧 那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那波蘭倫他的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只要造價30塊錢 甚至比這個工兵單位還要便宜 那波蘭倫的大洛馬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波蘭倫的馬雖然防務率偏低 但是衝鋒傷害非常強大 所以如果你喜歡無盡騎士衝的話 就是玩波蘭倫會蠻適合 也可以說是波蘭倫是重裝騎士的哥德版 哥德版的重裝騎士 講反了 波蘭倫他後期也可以轉出戰錘兵 跟強弩母子環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想出什麼就出什麼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倫的大莊園 那他的大莊園呢 只要在這邊補一個大莊園 旁邊撒下的那一天 就可以獲得8%的食物立刻採受的效果 而且他挖石頭的時候 還會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波蘭倫他是一個經濟非常好的文明 但同時也是非常需要練習防守反擊的一個文明 因為大莊園的防守程度是非常困難的 你的大莊園通常不會理沉重心太近 所以一定要這樣來回拉回 通常這個一拉一回 就很容易是卻很多村民 所以波蘭倫來說是DLC文明 我最喜歡的文明 同時也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文明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手 是Hera對上安迪 兩位都是現在天梯上頂尖的高手 也是職業上萬眾矚目的 那最近有謠言 安迪可能會加入戰隊 但目前是不知道會加入哪一個戰隊 那安迪確實是蠻厲害的 雖然他有一些言行 可能會讓大家不適 但他在遊戲中是歸遊戲 言行歸言行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波蘭倫 這邊是17匹 看來要準備升上去了嗎 好來多安一匹 19匹 好 高密人這邊也是喔 好 這邊三個人 四個人補下 好 四個人 好 兩邊都是四個人 打木 然後升上去 兩邊肉馬再稍微複打一下 好 Hera這邊一直有在細節操作喔 每次快要追到的時候就回頭打一下 這樣血量就會平衡起來 唉唷 最後還讓Hera打一下 哈哈哈哈 高密一定覺得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肉馬 明明兩邊都是同時開打的情況 卻 卻打輸了 好 趕快補一個軍儀 唉唷 Hera這邊有個細節喔 大莊園直接補在了城鎮中心的附近喔 這樣就可以安全去撒農田喔 那他不先去撒外面的果子吃喔 而是決定先補一級農田 一級伐木 然後補農田 然後轉出肉馬的一個流程 喔 這個流程的話 對於現在的波蘭玩家來說 是一個一大福音喔 但是阿拉伯這樣打的話 其實經濟沒有到那麼好喔 但是這個優點呢 就是可以馬上喔 讓你的村民去撒農田 而且是很安全的喔 所以這個也算是波蘭的一個 小小的秘訣喔 就像大家對於以往的知識來說 不可能把模仿撒在這個TC的旁邊喔 你只撒了一個田 旁邊就撒了模仿 不太可能出現這種畫面 但是Hera呢 這邊玩波蘭喔 他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確實不錯喔 這有可能會顛覆波蘭的新玩法 三關 顛覆新三關 好 這邊在喬這個農田喔 喔Hera這邊有注重細節 要怎麼喬 才可以把這個農田喔 全部撒滿九宮格 在這個城鎮中心裡 好 這邊有牛 欸 找到牛 但是他已經不需要吃牛了 趕快把頭移到旁邊 好 這邊看到有幾隻赤猴 想要來拉打 好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戳到呢 好 農田數量來到了14片田 Holy shit 非常多 非常多 14片田 在這個時間點 13分鐘 14片田 這意味著他一分鐘就灑一片田 哈哈哈哈 只能說Hera的經濟操控非常強大 好 這邊只有13片田 那為什麼別人13片田就覺得沒什麼呢 因為波蘭呢 你要去計算他大衝你的木頭使用量 他的木頭量是算得非常緊湊的 而且是很早的時間就補下 那這樣子的話讓波蘭的肉量會非常誇張 我來看這個肉已經500多肉了 雖然安迪呢 這邊有這個1次元農田 肉量也是很快 已經來到了800 好 準備來升城堡斯袋 好 那兩邊的封建斯袋的細節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可以邊出兵然後邊打架 然後 然後 將近15分鐘 點下城堡斯袋 結果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 非常的快 不管是開農部分 還是邊進攻邊騷擾的部分 就是頂上水準的 好 那兩邊應該都是大約18分鐘左右 升到城堡斯袋 這邊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斯袋交換 目前安迪是落入下風的 這邊就放Hera 這邊是有槍兵 肉麻也是一直在補 安迪這邊是沒有補槍兵的 因為他升級建築物呢 是不需要補軍營 就可以直接幹嘛 就是他現在缺一個軍營喔 好 當然他這邊沒有打算要補軍營 只叫補重裝長槍兵 OK 升到城堡斯帶著破爛人 Hera是會先補下重裝騎士嗎 啊不 補下騎士嗎 還是先升輕輕騎兵呢 重裝騎士只有伯根蒂可以升喔 不然是不是很升的 好 最後這邊是先補下了雙修道院 哇 肉麻配上雙修道院 這個組合很兇狠喔 現在肉麻最大的騎兵敵人 就是重裝騎士 那如果重裝騎士 呃 一般騎士 不是重裝騎士喔 那如果是一般騎士去打 新騎兵的話是綽綽有的 但很害怕生女啊 那如果對方 高美人要轉出輕騎兵來的話 欸 這邊還沒升級就開打 安迪這邊一個失誤 直接送掉了一些肉麻 哇 賊虧 那高美這邊如果出生女的話 又很容易被 Hera的輕騎兵給擊殺掉 所以 這裡來說 肉麻配上生女 是非常強大的壓制手段 但是非常吃手術 好 這邊著翔 但村民直接躲到房子裡面 這就是高米很厲害的地方了 好 這邊想要衝嗎 沒有 看到直接脆掉 好 高米補下了二級農田 安迪這邊還想要再繼續補些 補些這個輕騎兵 再想要再開始進攻 好 點下了一攻 二級農 那Hera這邊是單TC 雙修道院 欸 這個生女可以打欸 哇 差一刀砍錯人 有一刀落過去 再一刀收掉 趕快 拉輕騎兵去打後面 前面的輕騎兵不重要 先給後面的 OK 再一隻 有機會第四隻嗎 那Hera的四隻生女應該被收光了 哇 安迪這波賺了四百斤 但是同時也犧牲掉自己的所有的輕騎兵了 Hera這一波現在有輕騎兵的優勢壓力 那這邊是補下了一隻騎士在家裡防守 然後大莊園補下 開始要來吃果子 那待會這邊也可以補下神聖中心 喔 這裡有挖石頭 三人挖石 三TC Hera最近應該也在研發一些文明的新打法 喔 這邊在前線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看來有意識到情況不妙 對方已經開農起來了 村民術確實也被拉開了一些些了 48村 對上40村 Hera現在暫時落後 但是軍事方面呢 高敏為了要補這些村民喔 3TC運轉 所以導致現在自己兵力喔 明顯不足喔 那Hera這邊 這邊待會要掌握時機 衝了一波 把他的村民盡可能的抓掉 那最好是衝下面這個地方吧 因為這裡只能躲15人 那一定會有勢必喔 會有10個人是不能躲到城鎮中心裡 但是一樣可以躲房子喔 所以這邊要衝哪裡 其實是很複雜的 喔 這邊清奇兵 好像可以再收一隻僧侶 OK 一隻清奇兵換兩隻老頭 還是賺 突然人這時候點一下了品種 這邊騎士過來防守 但是騎士跟肉麻開始騷擾 Pera家裡挖金放村民 家裡的防守明顯不夠 完蛋了 下面沒開TC 這邊村民只能一直繞跑 尷尬喔 Hera 這裡被騷擾一波 臭名處差距越拉越大 好 直接攻擊下方 應該是有意識到 你下面的臭名該很多囉 都沒有出來 而且 要收到防止那邊還有一根距離 這邊衝鋒可不可以打出一些東西呢 但這邊有三隻肉麻過來即使防守 好 這一波 用一隻被擊火的清奇兵去吸引箭矢傷害 讓左邊的清奇兵可以自由開火 好 這裡已經沒有被進攻了 趕快讓他乘東西自由開火 這邊再躲一下箭矢 這邊躲箭矢躲得很好 Hera這邊繼續進攻 又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 高麥村民處瞬間降到只剩下55村 Hera這邊村民處還有4村 現在兩邊村民處差距11村 這一波的判斷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高麥這裡並沒有馬上補些防止 跟... 看他些村民喔 到後方這裡喔 去防守 助手 到這個防止裡面 有點可惜了 好 當然這邊順利的把這裡圍起來 如果Hera想要出去的話 勢必要損失一些肉麻 好 這邊生女又再次被擊殺 高麥這裡也很聰明 沒有出任何的歧視 去正面硬扛生女的部分 這個清奇兵肉麻 新奇兵加生女狙擊流 感覺蠻強大的 那波蘭在以往為什麼不這樣打 是因為對方如果存爆騎士的情況下 波蘭會很難打得贏喔 所以這個波蘭要這樣打的成立的前提下 一定要在城堡時代出息喔 盡早補下兩個修道院 先把自己的生女的數量累積起來喔 那對方一直出騎士的話 就有可能會被反召的問題出現 好 這邊有清奇兵中可以解掉TC內的 清奇兵的問題 好 那Hera這邊是轉挽 開了4TC 好 直接回轉經濟流 好 那高麥這邊被塗了一波之後 村民數只剩下61 Hera這邊是54村 好 看起來高麥是暫時守住了 兩邊的經濟量呢 目前是高麥暫時領先喔 Hera這邊是波蘭人喔 高追經濟也不是太困難 哇靠 這裡直接補下了數字哪就 是要爆什麼呢 還是要來蓋個城堡呢 現在是還有在挖嗎 不能蓋城堡 那應該是繼續按清奇兵 還是要先升帝王時代呢 這邊是波蘭的轉折點喔 29分鐘 然後經濟量單TC轉4TC 那如果這邊點帝王時代 肉量會非常不夠 因為4TC運轉喔 肉量會消耗更多 而且這邊還有在持續按肉馬 那目前可能是繼續延用 肉馬配上生女的戰術 然後趕快讓TC運轉起來 灑下更多炸中原喔 然後待會才可以去轉出 貴族特拳啊 或是帝王時代升級 那波蘭在帝王時代初期喔 是非常強大的一文明 原來創了帝王時代初期 貴族特拳已經點好了 重裝騎士一升上去 加上三攻喔 瞬間升級完 波蘭的全部騎兵的東西 然後直接打個一波ALL IN 是對方喔 很難擋不下來的喔 好 這裡又少量抽點被抓到 哇 安迪這裡防守有點失誤 這邊衝進來 想要圍嗎 來不及圍 那黑蛤這邊有個小問題喔 這裡居然沒有圍死 如果就是打防守戰的時候 或是家裡沒有兵 盡可能還是圍死會比較好 好 這邊騎兵放出來 稍微追趕一下 那黑蛤這邊也是用村民 用這個...不是村民 用這個肉馬去追村民 兩邊的村民樹一直有在往下掉 但是黑蛤釣的比較少 安迪這邊釣了更多一些 這邊騎騎兵過來 好 開始爆砍 哇 這邊抓到很多村民 城鎮中心就只能躲15人 多餘的村民就只能在旁邊 扛著青騎兵的傷害一直被砍 我的天 安迪這邊損桿爆炸 70村已經落後於黑蛤釣的83村了 村民樹的差距漸漸被拉開來 家裡已經全速著火 青騎兵實在是太難擋 家裡沒有轉出騎士 甚至沒有人挖黃金 騎士安不出來 哇 黑蛤釣這邊是打得非常nice 哇 64對89 越拉越開了 就問一句 HERA怎麼輸 請問HERA有輸的可能性嗎 這個情況 波蘭怎麼可能輸不高免 兩邊都是彩肉大骨 還是波蘭這裡感覺是更勝一籌 抽一抽已經組件拉開了 果然這個遊戲沒有爛文明 只有不會用的文 不會用文明的玩家 原來大家都會說波蘭人 是打不贏高免 某種程度上來說 講究了一半 如果高免打大象的話 波蘭打重裝騎士 確實是毫無招下之力 但如果波蘭打這種方式 那就不好說了 這三率配上青騎兵 那大象越來越多的話 也會被招搶掉 所以蠻看手術的 好這邊來居殺一下僧侶 有機會嗎 一刀 再一刀 哎呀 又收掉了 波蘭這邊打得很好 直接扛住 收掉僧侶之後 趕快用青騎兵去抓一下村民 但是這裡肉麻可能會不損撕掉 但是村民處已經明顯拉開 75吋 對上113吋 高敏的奴炮象 暫時給到了Hera一些壓力 這邊僧侶直接躲掉招翔 後拉應該是能跑得贏 僧侶的 0.7 跟0.88 因為有這個耕種技術的關係 奴炮象的速度會稍微提升一些些 Hera這邊點下了貴族特權 好 左邊有少量騎士 也找到了波蘭這邊的村民 但村民殺菌已經來到40村 Hera終於想通了 趕快把家裡圍死 這邊應該是打多線的時候 就該圍死的地方 好 終於想到了 把他圍一圍 待會就可以把更多心力 把防守控制在這個地區 然後正面的操控再更細緻一點 好 這裡大量洛瑪再次貼到了高敏的主金 這個主金一直被騷擾 讓高敏人很難點下帝王世代 甚至有點缺近的狀況出現喔 但是還是要轉往野區喔 去挖礦會比較好 好 高敏這邊84村 最上Hera131村 毒炮象的數量已經來到了10隻左右 好 迷劑炮象的傷害呢 都是10點喔 跟騎士傷害很像喔 好 這邊青騎兵打Hera的順利 打得非常漂亮 全部收掉 結果Hera的僧侶也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兩邊的僧侶都是 瞬間都被青騎兵點掉 這就是職業選手等級的青騎兵操控 什麼時候剛才青騎兵 什麼時候剛才青騎兵 什麼時候剛才騎士喔 都有自己的觀念在 好 現在全處都在開打 迫蘭德騎士現在只要30塊黃金 瘋狂馬爆又來了 好 直接馬爆 打羅炮象 或有料嗎 還是騎士無料喔 有點坦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高敏通常是打得贏 很脫爛的文明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盧炮象加大象 這個組合騎士是很難突破的 好 當然這邊是打一個多線 不打正面的話 脫爛還是有機動性的優勢的 好 還有啦 這邊怎麼辦呢 盧炮象的話是很害怕投死車的 還是要整個青頭出來打呢 好 這邊想要出去幫忙嗎 這邊包夾 欸 這波騎士包得還不錯 但高敏的二級馬鎧 讓大象稍微坦了一點點 近戰防來到了2點 打下去有40滴血 打死一隻奴炮象要27刀 才可以砍死一隻啊 要砍非常多 好 但奴炮象穿手效果很好 但騎士數量一直湧上來 哇 好噁心啊 這個騎士的量產數量 這就是突然 騎士無限衝鋒 那順便宣傳一下 這件犀利果 波瀾DLC 全部DLC都在特價當中 想要入手波瀾的觀眾 趕快撐一波 打著的時候趕快入手波瀾 絕對不會後悔的 好 這邊騎士拉出來 好 這邊騎士拉出來 好 這邊騎士繼續追擊 好 這邊轉出了戰錘兵 騎士這邊開始多線 現在HERA的目標 就是要讓他的成人中心 全部停止運作 讓他一直收穿就好 即使騎士被成人中心打也無所謂 只要讓他收穿 他就做到他的最大的功用了 安迪這邊直接打出了 GG 搞定 這個就是波瀾的騎士壓制打法 就算被射也沒差 反正我的騎士很便宜 你就一直射 你射掉一隻騎士用成人中心 可能要花個三輪到四輪的箭矢量 所以我如果閃量夠多的話 我就可以讓你的成人中心無法運作 這邊是細節操作 到處都有波瀾的騎士 在敵方的成人中心一直亂竄 這是HERA這邊後期 一個打得很好的細節 後面轉出了大衝車 然後地用時代不補 繼續補更多的騎士 高敏這邊是奴炮象一直出 但是生旅沒有辦法應付騎士這麼多的數量 所以高敏這邊正要擋下來的話 可能要轉出毛巷服 可能會更有用意一點點 或是要轉重裝場槍兵的 但不管怎麼說 這局高敏會打輸 主要是HERA這邊節奏打得更好 一直去擴大自己的優勢 本來前期是落後於高敏的 但是用輕騎兵之後再加上這個騎士落馬爆 多線操作一分之後 抽名反超 然後經濟也自己拉了起來 然後就瞬間 爆出大量騎士逆轉了安迪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破爛的拿到了48000的經濟優勢 大概會贏了16000的資源 這波比賽感覺安迪上 是做得是蠻正確的選擇 但是防守上還是有點忘記 這裡村民樹不能放太多 於是隔絕的地圖問題就是 村民很容易就會按 按到太多了 村民沒辦法逃出了 如果你真的不能逃出來的話 不能出去的話 這裡至少是趕快上這個大石牆會比較好 趕快牧牆一瞬間就被HERA打進去 裡面確實損失了一大幅的村民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